这原是巴黎的人间四月天 法国正在为一位 八百五十六岁的高龄家人 进行每八十年一次的修复工程 将近九世纪以来 他优雅安静 赛水一方 看尽法兰西的千古风流 百五十六岁的奴隶 在北程中央出身边 有佛兰西奴隐在沟图 奖有佛兰西奴隐 十多年十多得 能够发出手似的伪划 的3m de haut pesant environ 250kg 每一人 et qui représente les 12 apôtres et les 4 évangélistes de la Bible 怎么能想象 四天之后 却成了 无语问苍天 骄傲的巴黎人 在夜色里跪下 唱起了圣歌 但是为圣母院 合掌祈祷的 不只是天主教徒 因为巴黎圣母院 不仅仅是一座教堂 它是800多年以来 法兰西历史 跳动温热的心脏 它不是最高 最大 或最古老的大教堂 但它代表 法国的记忆 胜利的唤醒 一如丧礼的哀悼 不只是帝国将相 和国家元首 圣母院也属于 平民百姓 2015年11月15日 在巴黎遭受恐攻之后 追悼受难者的国伤 尼萨就在这里举行 圣母院更是法国艺术作品 及音乐歌曲里 从来没有缺席的女主角 法国最著名的女歌手电影 《玫瑰人生中的皮亚夫》 就有一首 以圣母院为题的歌曲 其中最有名的 莫过于大文豪雨果 1831年出版的《钟楼怪人》 而钟楼怪人的法文原名 就是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a été dévastée 被捕,被捕 我们不完全承受 人们来帮忙 人们来帮忙 人们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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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50年 在50年 在巴黎遭受难者的市场 是危险 而在罐约 我们人们的建筑 我们尽量 建筑 我们同样 保证 地楸 和 因为其中有一段描述了一场想象中的圣母愿大火 热爱巴黎圣母愿的不只是法国人 对儿童市场极为敏感的迪士尼 在1996年推出了动画电影《钟楼怪人》 但是对《钟楼怪人如痴如醉》的 当然不只是小朋友 这本来是很喜爱的 我一直在看了一天 因为我来看了一天的地方 在庙城市场上的一场 这些人有了一场 我们有500.000看待这年 在韩国的予计划 然后在韩国 他们有100代表演的词词 然后它登了百代表演的词 ! 在14年,它在14年,它在14年,它是在14年,在10年,在西方 我说的,它是4000字,9个字,在20国家 你女士们没有预备到这些词 是我讲的词 谁能抗拒这样驱人口的故事 中欧怪人,真正的女主角是盛梦 但故事主人翁既不是王公贵族 也无关宗教 而是残障的钟楼贯人 和美丽吉普赛女郎之间的爱情故事 因为巴黎圣母怨属于所有人 无论是不是住在巴黎 也无论是否参观过圣母院 在日常生活里 巴黎圣母院和所有法国人息息相关 因为它是法国境内 每一条路公里数计算的起点 也是法文里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语法 对,我们会有107年 你们都知道这种词 我们会有107年 因为这种建筑的女儿 优优优独播剧场 107年 实际上它继续更多 但是这种词 我们说120 但是我们还说今天 因为女儿 我们不会有107年 难道这一次 真的要花上107年的时间 马克宏定下的五年修复计划 是希望能在2024巴黎奥运会前 完成修建 但是可能做得到吗 正在全欧洲为寻找欧洲 进行22个城市 行脚演出的哲学家李维 从柏林追星的推文写道 它是法国和文学欧洲的堡垒 哥德士的神圣和塞纳河的甜美 信仰于美 今天早上 如何面对这巨大的灼伤 如果说得好 时间是建筑师 但人民还是武将 无语问苍天 如气如素的情声 没有被火化为灰烬的巴黎圣母怨 是教徒们复活节里 需要时间来愈合的伤口 也会是每个人心里 愈活重生的凤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